钢管无虑站在车底上 随着音乐摇摆身躯 庙方人员抬起神速 一路跟在后头 但看看车辆就在身边 呼啸而过 他们可是占用一个车道 从高功夫看更是夸张 一大票人抬起神轿 完全阻挡左右车道 逼得汽机车无法过 只能逆向通行 还要慢慢开在后方 就连警车都过不去 完全不把公权力放在眼里 警方到场他们才结束活动 但附近居民早已吵得不得安宁 市法就在13号新北市新店 成为现场地上满市 炮主谢谢还有残留灰烬 原来新店磁龙宫 举办银神赛会活动 从傍晚一路到晚间十点半左右 又是放鞭炮 敲锣打鼓 还有钢管绿狼 在改装车上近期尬舞 这道噪音防寒安宁 由于放炮主的时间超过规定 最高法三万元 警方更查出 庙方人员没有申请路权 占用道路将依法开罚 公廟办理庙活动会经申请 一违反道路交往管理准法条例 第八十二条举法 银神赛会虽然热闹非凡 却对周边居民造成不小影响 在传承文化与维护社会秩序之间 恐怕还是得取得平衡 杳力强杜萱新北市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